字幕君 嗨大家好 我是小春 這部影片我們來講解一下 陸服跟台服之間的差異 你有沒有看到陸服戰力 都是基本上就是幾億幾億的在跳呢 主要是因為陸服提升戰力的管道非常的多 如果你硬要比 其實我們台服六七千萬 這些大佬其實不輸 陸服現在大概三億的人 我們來一一看一下到底差別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主角 裝備部分 這個就是時間長短的問題 就是一直升而已 這種東西是沒有差異的 聲望 也是一直升 這個目前也是沒有爭議的 也一模一樣 然後九陰 也是一樣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差別最大的五行系統 五行 在你點的時候 大家都是一樣的 但是最主要是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邊右上角 這邊有個叫做修煉大師的 台服是沒有這個系統的 這個是增加全體俠客的 就是你修煉的總等級 可以增加屬性 而且這是每一隻俠客都可以享有的 這邊差別戰力 非常之大 光這個屬性 你全部加在俠客身上 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好我們再來講鎮法 鎮法基本上也是沒有差異的 神兵 屠龍刀部分是跟台服一樣的 然後大家看一下 以天劍 你們有沒有發現 從一星開始後面就有所謂的攻擊力加5% 血量加5% 物甲加5% 攻擊加5% 這些後面的屬性 台服是沒有的 所以加一加 光這邊就差了 2-30%以上應該有吧 就是非常誇張的一個數字 好 再來時裝 然後再來是時裝的部分 陸服的時裝 其實跟台服差不了多少 只不過陸服時間比較久 但是時裝 比較多劍而已 所以這個也是沒有爭議的 船隻也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寶石系統 你們有沒有看到跟我們台服完全不一樣啊 陸服有所謂的暴擊寶石 所以陸服的暴擊是比較好撐的 然後還有格檔寶石 玩陽過的人是不是很難撐格檔呢 那是因為陸服也有格檔寶石可以用 還有增傷減傷 破格這種東西 基本上都是跟台服不一樣的 然後這種寶石的屬性啊 加的佔力是非常多的 比我們台服的那種基礎屬性還多很多 好 中門寶物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寶物的系統 跟我們台服的完全不一樣啊 但是相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台服的寶物系統 比較不會這麼喇叭 是不是跟我們台服差很多啊 好 下一個 歷練 歷練裡面的五行幻境 他們的五行轉盤啊 送的是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長久累積下來 應該也是很可觀的數字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我們來講拍賣場 陸服人很多 尤其是新服 你一場拍賣 可能分了元寶 以後四五千 我有分過那種破萬 然後像老區沒有人 陸服有些玩家就會練分身 然後來養本尊 那個一場可以分個三四萬元寶都有 就是另類的一種抓遊戲漏洞 然後最近陸服的更新 拍賣場限定最多一次分成三千而已 所以也有大量的玩家退坑了 像台服好像也沒更新吧 如果你們伺服器人少的話 趕快跟我說一下 我對你們伺服器蠻有興趣的 再來 俠客系統 俠客有一些 專武 是跟陸服完全不一樣 我以張武技為例好了 張武技 像他三星的時候會重生 台服是沒有的 然後在陸服跟台服 所有俠客其實或多或少都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 皮膚 陸服有很多 動漫風格的皮膚 這種都是對全體 俠客生肖的屬性 非常之多見 有沒有 就是整個很 動漫風格的衣服 就是非常多啦 小招 小招也有 反正皮膚方面 他跟我們台服好像不太一樣 反正這種東西加起來 屬性也很可觀 然後剛剛說的嘛 寶石系統 五行修煉系統 這些加以天堅的一些趴數 你一增加下去 那個趴數 長出來的基礎值 就非常的誇張 所以陸服的玩家 五目遺書是比較好升級的 所以他們總戰力會非常之高 然後你總戰力基礎屬性高的話 你的武學 洗練的趴數 像你用什麼血量加幾趴那種 就會 讓你的基礎值整個拉到很高 所以陸服的戰力系統 是可以到達一個比較誇張的地步 台服就算時間一樣長 但是你可能戰力不會有陸服這麼誇張 可是 畢竟陸服是陸服 台服是台服 你不會去打到陸服的人 陸服也不會來打到你 所以其實戰力系統 只是你以伺服器 來看而已 所以你會看陸服 這樣看起來 幾億幾億好像很爽 但是其實 1億算是陸門而已 然後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了 所以 陸服是比較好升戰力 台服是比較難 只是打起來的那個數字 可能陸服可能都跳那種百萬千萬億的啊 因為就覺得很爽很爽很爽 但是台服其實也不差 是不是各位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那麻煩幫我點個訂閱 謝謝